三 三爷 出大事了 你快去看看我们家老二吧 村长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家老二 他没了 糟了 赶紧去看看 铁弹 你快去拿点石灰 完了 这东西要盛气候了 铁弹 你去将尼妖宫进来 你去就说 这边要几个生人 让他过来帮忙 铁弹 等一下 完了 我竟然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 半夜末回头 一回头 魂不走 没想到我会着了道 难道今晚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哪来的小鬼竟然在此害人 娃儿 你咋在这儿 耀公 还好你遇见了 不然我肯定交代在这儿了 我爷爷让我来找你 说带几个生人去帮忙 看来是出事了 娃儿 你先回去 既然你叫阿公让我扎生人 我得回去拿点东西 随后就到 耀哥 差不多了 动手吧 大火先躲起来 等他出现了 听我指挥 将他启注 铁弹 快 姚哥 动手 还是你这方法好使 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快把他抬到棺材里 铁弹 一块去通知大火 准备上山下葬 老三 这东西虽然震住了 但时间一长 难免会出问题 你打算怎么葬 我准备玄关入土 阴关介路 阳人回避 阴关介路 阳人回避 网友盛 这玩意震住了 快说 到底是谁给你出的点子 这个人在县城里面 叫林先生 铁弹 我要去一趟县城 你在家别乱跑 爷爷 你是不是要去找林先生 好了 别瞎猜了 三爷 三爷 不好了 沈子 有啥事慢慢说 有声 他 他上吊了